然后咱们看这个第一点 冰格语格代词同时使用 那在讲这一点之前 咱们不妨先稍微复习一下冰格语格代词 可能有的同学呢也已经忘掉了 对吧 好 那么冰格代词都是什么来的 它是不是用来替代直接比喻的 那语格代词是什么呢 来替代间接比喻的 那这些代词都长什么样呢 那是不是冰格语格代词 第一第二人称它长得都咋样 是不是长得都一样 那第一第二人称是 那所以说 那你看me de nos os 它都是人对吧 我你我们你们 只要是我你我们你们 在这个句子当中做的是什么成分 做的是宾语而不是主语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比如说大家很熟的 我爱你哦 那我爱你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te amo 那么我喜欢你哦 那是怎么说来的 te quiero 对吗 好 那要是说我喜欢你们哦 那是不是就是os 这些大家都用的很熟了 对不对 无论是直接冰语还是间接冰语 只要是第一第二人称 那么你都可以用 直接用me de nos os 反过来说 之前老师也给大家强调过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句当中见到什么呢 me de nos os 你就完全能够确定 它在这个句当中做的是什么成分呢 做的绝对是冰语 而不是主语 对吗 好 那咱们这一点想起来以后 接下咱们再继续看 那么第三人称呢 冰格与格代词才有道区分 对吗 那么第三人称的冰格代词是谁来的 是不是 lo la los las 对吗 然后再接着语格代词 它是什么来的 le和les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直接冰语的话 第一 直接冰语的话 第三人称 它不光有性的区分 还有数的区分 那么语格代词 它只有什么的区分啊 它只有数的区分 没有性的区分 对不对 好 这些哈 只不过这个lo la los las 是用来替代直接冰语 le les 是用来替代什么 替代间接冰语的哟 好 那这一点 带着大家复习完了以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 先让大家造一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是这样的 圣地亚哥有车 但是他不借给你 那这个句子大家应该怎么造 第一句 圣地亚哥有车 是不是 Santiago tiene goche Santiago tiene goche 但是他不借给你 那这话你会怎么说啊 那是不是有同学就造成这样了 Pero no de presta el goche No de presta el goche 那你看哈 那是不是就是不借给你啊 那这个第一第二个称 我可以直接用的 你管它直兵建兵 它都是什么 对 那大家再细想一下 这个data是 binger des 还是yuker des 它是不是一个yuker des 因为借的直接对象是什么呢 借的直接对象是车 对于谁来讲 对于你来讲 对不对 那这个你做的就是 间接兵语的这个代词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 Pero no de presta el goche 是不是有点啰嗦呢 那咱们经过 a uno这个级别的学习呢 那你已经有到经验 或者是有到体会是什么 西班牙人特别忌讳 重复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啰嗦 他不喜欢这个 他是能替的就替 能省的就省了 对不对 那你在第二句当中 它会出现什么 el goche 那可是在第一句当中 已经出现goche 我不想再说二遍 对吗 那有的人说 老师 那这个el goche 我可以用什么 binger des 来带啊 好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那你这个binger des 应该找谁呢 是不是你应该找lo 因为t的直接对象 因为你借的直接对象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 che han lo 那这个lo我哥呢 那是不是这个 无论是binger des 还是乙 gan des 位置都是一样的 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给它分着写 原型动词的后头 跟它怎样 连着写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因为这个句子只有什么 只有变位动词 对不对 那好 那你会发现 它有de 还有lo 那我是先说哪个呢 我到底是先说 pero no de lo presta 还是说 pero no lo de presta 这是不是就是个问题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 那有的动词 它可以既有直接变语 又有间接变语 同时还都能用冰格 或者是雨格带词来替代 对吗 那这不就出现这种情况吗 冰格带词 雨格带词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先说哪个呢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 第一个语发点 要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问题 那好 那大家一定要集中精力 来看一下第一点 那刚才就出现了 冰格雨格带词 同时使用的情况 对不对 那第一点是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 先雨后冰 那我这个字写的 非常非常的少 就四个字 你要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里 那先雨后冰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要先说雨格带词 再说什么呢 再说冰格带词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先雨后冰 那大家想想 那如果说一个动词 既能带直接冰语 又能带间接冰语 比如说像买 我给你买块表 这表真好看 这表真好看 我来买给你 那我买的直接对象是表 对吧 对于谁来说 对于你来说 你会发现 这个雨格 也就是说 作为间接冰语的这个东西 它往往是人的还是物 它是不是往往是人 所以说雨格带词 往往是人 如果它俩同时出现的话 冰格带词 往往是什么 指的是物 所以大家冰格雨格 同时出现 你也可以记什么 先说人 再说什么 再说物 再说东西 先人 再说东西 以人为本特讲究 先雨后冰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你先能够 看得出来 这什么意思 那你看这个句子 Tengo el libro en casa te lo traigo mañana Tengo el libro en casa 这什么意思呢 我在家里头 有这本书 Te lo traigo mañana 那你看 traigo 这个词 大家还记得吗 它的动词原形 是谁来的 它的动词原形 是不是traer 那它变位 是不是不规则 那在我上 只有在我上不规则 它是什么 traigo 这什么意思 我带来 那 mañana 是不是明 那 de lo traigo mañana 那我带来 loge的是谁啊 那是不是一个 阳性单数 直接编语 肯定是带来什么玩意儿 书 对吗 那对于谁来讲 对于你来讲 我明天来带给你 然后那你看哈 那这个你做的 是不是语格 先语后边 先语后边 是不是te lo traigo 先说人 再说东西 好 大家再看一个句子 好 看下的这个句子 os hacemos unas preguntas en español 这句话 这什么意思呢 os hacemos unas preguntas en español 那是不是 hacer unas preguntas 这是不是提问题 做问题呢 肯定是提问题 对吧 en español 用西班牙语 我用西班牙语呢 给你们提几个问题 y nos las contestais en español también y nos las contestais en español también 那你看这个 contestar 这什么意思呢 回答 对吧 这是不是什么回答 你们回答 en español 用什么来回答 用西班牙语回答 también 是不是也是啊 那你们也用西班牙语 来回答哈 那这个las 指的是谁啊 是不是las 指的是这个 unas preguntas 回答的直接对象 就是这几个问题 那nos 这什么意思呢 给我们 做的是不是间接并语 那也就是说 我们用西班牙语 给你们提几个问题呢 然后你们 也要用西班牙语 来回答我们 那是不是先说人 再说东西 先语 好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就会发现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你看这个 nos las contestais 也好 还是 de lo traigo 也好 这个位置 都是放在哪的 动词之前 那你不要管 它有几个代词 它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宾格 语格 字符代词 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放在哪 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圆形动词的后头 跟它连着写 保证 动词圆形的重音 加重音符号 那如果要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这就没事了 没有问题 对吧 那如果你要放在 圆形动词的后头 那跟这个 动词圆形连着写 那宾格 语格同时出现 先语后边 你会加两个代词 那加两个代词 是不是就会加了 两个音节 这个动词的重音 势必会跑掉 那它要跑掉以后 你要怎么办呢 要加重音符号 因为你想想 这个重点 我是不是要 把谁听出来 我是不是要 把这个动词 给它听出来 所以一定是 要加重音符号的 如果两个代词 同时出现的话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会更加的 清晰明了了 那看那个句子 这句话 这句话 这个话 不是吗 那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都打开了 对吧 都是开了的 那 那 你不能 cerrar 那 不能 cerrar 是不是 你能 给它 关上 cerrar 是关上的意思 对吧 关上的直接对象 是什么 是不是指的是这些 有阴有阳 那我肯定按什么的来 那我肯定按阳的来 只要带阳的 就有阳的 对吧 那是不是 关上直接对象 是这些包和行李 那对于谁来讲 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 nos los pueden cerrar por favor 那你们可以给我 关上他们呢 这时候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给它分着些 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先语歌 后编歌 那么 如果我要是 放在原型动词后头呢 那应该怎么办 那你看这个句子 是不是出现了 动词原型 那放在动词原型的后头 那是不是放在 cerrar 这个动词的后头 对吗 那先语歌 先语歌是谁啊 是不是nos 先说人 再说东西 东西是什么 los 你看着这一坨 你心里难受不 有同意说 老师都跟小虫子一样 这是什么 你心里一定要清楚 那这个cerrar 这是不是关上啊 那关上的直接对象是什么 是不是这些 行李 对吧 然后对于谁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 动词 鱼格带词 冰格带词 那如果就写成这样 那大家想想 这是合在一起 对吗 那现在这个时候 它的重音应该在哪啊 它的重音是不是跑到 也谁结尾 重音在倒数地儿 是否nos 那这个词我就得读做啥 cerrar nos 我哪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是这意思吧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刚才老师说的 你要把这个谁给他听出来 这个动词给他听出来 对不对 那我要把这个动词 给他听出来的话 现在重音跑掉了 加了两个音节 那我怎么办呢 加重音符号 是不是变成这样 那是不是就是 我是不是重点 把这个cerrar让人听出来 这样才行啊 所以大家就有体会了 如果两个带词 冰格与格带词同时出现 又放在原形动词后头 那势必会加两个音节 加两个音节 我重点要把谁听出来 动词听出来 那我一定是要干嘛的 加重音符号的 明白了 好 大家跟我来读一下 这个句子 好 这个大家不要恶口 觉得恶口 习惯了就好了 好 然后再给大家 来一个句子 你自己试试看行不行 我家里有这本书 明天给你带过来 那我家里有这本书 这句话也熟 咱们刚才见过 那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 是不是我有这本书 那明天给你带来 是不是明天将会给你带来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加上动语言行 干嘛 表将来 对吧 那我将会带来 那是不是你就会说什么 那带来的直接对象是什么 这本书对不对 书上文已经出现了 那我要找带词带 我应该找哪个带词 是不是 带的直接对象 是不是就这个书 给谁带过来 给你 只要你一出现 只要这个人他一出现 想都不要想 用谁啊 是不是用的 那再想 那你现在一定是要经过 这么几个步骤的 一定要跟紧 是不是先与后边 先说人再说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什么 的 那我是不是有两个选择 那我既可以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跟他分着写 又可以放在 原型动词后头 跟他练着写 那么我要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是不是就这个 那是不是就是啥呢 te lo voy a traer te lo voy a traer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放在哪 原型动词的后头 跟他练着写 那原型动词是谁啊 是不是这个traer 那是不是就啥呢 voy a traer 是不是变成这样 那练着写 刚才老师说了 你要加上两个带词的话 终于绝对跑掉了 那你现在看看 是不是以原音结尾 终于在倒数第二音节 是不是的 那我读下就成 就成啥了 traer de lo 完蛋 我又不知道traer de 这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要在动词原型上 加重音符号加呢 是不是动词自身的 重音位置上 那是不是 voy a traer de lo 这样是不是就听出来了 voy a traer de lo 好 那大家看一眼这个句子 你是不是就可以说 Dingo el libro en casa de lo voy a traer mañana 那么你又可以怎么说呢 Dingo el libro en casa voy a traértelo mañana 这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 你们需要这些杂志吗 我可以借给你们 需要是哪个动词来的 是不是 necesitar 对吧 necesitar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necesitas estas revistas necesitas estas revistas 好 我可以借给你们 借是哪个借 是不是借出去 应该用的是prestar 那我可以 是不是puedo puedo prestar 那我借的直接对象是什么 是不是杂志啊 杂志上面已经出现了 对吗 revistas 这是一个什么性的 音性的 那我应该找哪个代替代呢 是不是las 然后借给谁呢 借给你们 你们是什么 是不是os 先语后边 先说人再说东西 那是不是你可以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跟他分着写 那是不是就是 os las puedo prestar 这是不是可以 没问题 那还可以放在哪啊 是不是还可以放在 圆形动词的后头 跟他连着写 那么这个圆形动词是怎样 是不是这个prestar 那如果说 它是这个prestar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那是不是连着写os 是不是这个prestar os las 对吗 那我是不是还是要保证动词中音音 还是你再跟我走一遍 不要嫌啰嗦 那是不是如果你要写成这样的话 中音它在哪啊 是不是中音应该在这个las y ese结尾终于再倒数第二音节 就变成什么了 prestaroslas 那是不是不行啊 那我要加在哪 art 那这个就读下来 prestaroslas 这样是不是这个动词 就听出来了啊 好 那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句子 你可去可以这样说 necesitais esta revistas oslas puedo prestar oslas puedo prestar 那么是不是又可以 这样说对吗 necesitais esta revistas puedo prestar oslas puedo prestar oslas 明白了吗 好 冰根与歌带词同时使用 那还是一样呢 放在变位动词之前分着写 只不过你要注意先与后边 然后也可以放在原形动词后 跟他连着写 连着写注意两个代词了 干嘛 加正音符号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下来 那看第三点 还有一点 这一点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重点加难点 因为很多同学呢 反应不上来这件事情 如果说冰根与歌带词 同为第三人称 也就是说 leles遇到了lo la loslas的话 如果说leles 这是不是语格 那遇到了lo la loslas 这时候冰根都是第三人称的 对吗 因为第一第二人称都是medinosos 然后leles你要注意要变成se 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 看这第一个句子 estas son las llaves de mi hermano yo se las llevo 那estas son las llaves de mi hermano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些是我哥的钥匙 yo se las llevo llevo这什么 是不是 llevar 它有什么意思 带去 带去的直接对象是啥 las 是不是这些钥匙 给谁啊 肯定是a mi hermano 是这意思吧 肯定是我要带去给我哥 那如果原来的话 咱们要把这个ami hermano 找一个带字带 你应该找谁 第三人称应该找le 对吧 先语后边是不是变成这样了 yo le las llevo 那这样的话 你读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你发现没 你还记得 Olivia在给大家讲语音的时候 讲这个le 那你这个音总发来着 是不是你这个舌头 抵住牙的后边 对吧 那不用露出来发一个类似语 r那个音 是不是 l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读是le las le las 你舌头是不是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连着两遍 累不累啊 再多来这么几遍 都快成大舌头了 你说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le就给它变成谁 se 那你换成se以后 它就变成这样 yo se las llevo se las llevo 这样你读起来 是不是会更加的顺利 你是le las llevo 或还是se las llevo 哪个更舒服 肯定是se las llevo 会更舒服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说le les遇到了lo la los les le les要变成se 这样你读起来会更加的顺畅 那同学就会有另外的问题 那另外的问题是什么 老师咱们学过什么 字符动词对吧 那你这个字符动词 是动词加se 加上一个字符代词 如果要是字符代词 是第三人称的话 比如说他起床 那是不是你读起来是se levanta 那这个se 跟这个se 是不是一回事啊 那你说他是不是一回事啊 那这个se咱们叫做什么 字符动词 是第三人称的时候 出现这个字符代词 当中会用到谁 se 那你这个se是怎么回事啊 它是不是原来应该用谁啊 le 因为你读着不顺利 把这个le变成了se 所以说这个se呢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语格代词 le或者是les的什么 变体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经常在课上 给同学讲 我说这时候le les 碰到lola los last 它变成se 那么你这个se 此se非彼此 对吧 两se都不一样 那今天咱们所讲的这个se 这是披着字符的语格 它内心深处是一个语格 它是一个变体 所以之后 如果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说 你在在句子当中 看到这个se的话 你就要长心眼了 哪两个心眼啊 那是不是你见过第一个 如果说它是一个字符动词 而且字符动词 只有第几人称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第三人称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se 因为第一第二人称 它是medenosos 对吗 那比如说se levanda 他起床 他们起床是什么来的 se levandano 好 然后再接下来第二点 如果说le les 遇到了谁啊 lo la los las 如果遇到了se lo la los las 你这个le les 它才能变成se 如果说它又没有遇到lo la los las 它变吗 不变呀 只有遇到的时候才变呢 所以看到这个se 要长心眼啊 那有同事说 老师 那我哪知道 它是字符呢 还是说是一个le les的变体啊 看情况啊 那你能分析出来 找动词主语啊 看上下文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要是一个字符动词的话 你这个字符动词的 动词的主语 和这个字符代词 人称它是一致的 它起床 se levanda se是第三人称 levanda是谁啊 它 对吗 那你再看这儿 那首先必须冰根与根同时出现 对吗 然后再有一个 你看这个jevo 这是谁啊 我带去 对吗 给谁啊 给他 那人称能抑制吗 不抑制 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遍体能够分清楚 那这一点呢 我掰开了揉碎了 给大家讲的够明白了 已经一定要注意 le les碰到lo la los las 变成se 好 再来一个句子 看这个 那么这个句子 你看懂没 是也是咱们今天语法当中 要讲的 它引导条件句 它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是 if 它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你们想用这些行李 对吧 那 那 这什么 借出 我可以借给 les 是不是行李箱 给谁啊 给你们 肯定是 根据上下文来判断 因为你们想用这些行李箱嘛 那如果原来的话 咱们会用谁啊 给你们 它是不是语格啊 那语格第三语称附属 是不是 les 那 碰到lo la los las 变成se 那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咱们不变的话 你还按照这个les来读 你试一试啊 那是不是就是 les las presto les las presto les la 那你按照 se las presto 这是不是就 很舒服啊 富说 那你也要变啊 好 那大家再看一个啊 看这个句子 Luis regresa casa con la bolsa llena de verduras y se la entrega a su mujer 这句话 看到了吗啊 好 Luis regresa la casa con la bolsa 是不是 Luis返回到家 回到家 带着什么 共 是不是随身鞋带啊 con la bolsa 带着个 dez llena de verduras lleno 这是充满的 有什么充满的 有蔬菜菜 对吧 这是 verduras 蔬菜的意思 对吧 那 他回家 带着一个 装满菜的豆子 y se la entrega a su mujer entrega 动词原型 是不是 endregar 来着 这是什么意思 来着 交给 对吧 那交给谁啊 交给他的太太 那endregar 这个la指的是谁啊 原来 那是不是这个 la bolsa 把这个包 交给他太太 对吧 那a su mujer 和这个se 是不是指的一个人 交给他 那我找哪个 带次带啊 是不是我原来 应该找 le 第三人 唱嘛 是不是 lales 碰到 lola los las 变成了 这样 se 所以是 se la entrega a su mujer 有同学说 老师 好费劲哦 那我第二句 为啥不这么说呢 我这个se 不要了 反正 a su mujer 之前没有出现过 我直接说 la entrega a su mujer 多么棒 你这句话 表达起来 没有错 但是西班牙人 喜欢怎样 这个 间接宾语 再给他再指一下 这样不算重复 和啰嗦 你这么表达 很地道的 好 这个第三点 那到这儿呢 咱们这个 冰格与格代词 同时使用 就给大家讲完了 再进入到第二点之前 请大家 先跟我回顾一下 回顾什么呢 咱们都讲什么了 那冰格代词 与格代词 同时使用 第一点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先与后冰 如果冰格与格代词 同时出现 那就意味着 这个动词 既有直接宾语 又有间接变语 往往间接变语 它都是什么 都是人 也就是说 先说人 再说东西 那位置放在哪 是不是就是 给大家讲的第二点 那第二点 是不是位置 跟原来一样 无论是冰格代词 与格代词 还是同时出现 还是字符代词 都是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原型动词后 都跟它连着写 如果两个代词 同时出现 你放在原型动词后 都跟它连着写 一定要注意干嘛 动词中音就跑 你要保证 动词原型的中音 加中音符号 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 是不是如果说 冰格与格同位 第三人称 也就是说 Lilis 它碰到了谁啊 Lola Loslas 那么你这个Lilis 要变成谁 C 这样你读起来 会更加的顺畅 好 那之后 大家在做 课后的练习的时候也好 或者咱们在课文当中 见到也好 那慢慢的 等你熟练就好 这个规则 规矩你要先懂 那这些句子 要多读几遍 慢慢这个语感培养了 你一开始不要怕慢 如果这个鱼感应培养出来 很快夸夸夸就出来了 不要着急